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人物的片子我觉得会更有那种历史厚重感 这个人物我觉得会比以往我演的古装戏人物会更丰满 在他的周围映射了很多个人物关系 而这些每一个人物的人物关系都呈现出了他的作为一个人的不同的一面 我觉得他是一个让我敬佩的人 他的这种干净和他的这种坚持 我觉得是很值得我去学习的 其实我个人也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 而且我也是一个很很会去坚持的人 就是在我的人生信条当中 我是从来都不会后悔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决定都是我当下的决定 所有的结果都是我应该去承担和应该去面对 我现在此时此刻我觉得是对的事情 我就会坚持的去做 就像萧婷权说过一样 就让后人去说吧 但最起码他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得起自己作为太子的这个身份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还是挺钦佩他的 因为毕竟其实我们社会的发展 其实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人 就这两天一直有人说这是个悲剧 但我一直都在告诉他们 说这真的不是一个悲剧 这是一个圆满的剧 萧定权直到最后他都坚持了他自己 直到最后他也是为这个国家 为身边的人去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没有放弃过 所以我是觉得他也过了他 站在那个位置上 应该过的生活 我觉得其实就很好了 好过于他在那坐在那个位置上 昏昏噩噩的 然后过了那几十年要强很多 我觉得 我们之前有花了快二十天的时间 每天都在读剧本 从第一集开始一直到最后一集 是每一句台词 大家都是按照演戏的方式去读的 然后同时我们又会去学习查到 包括我们会有一些礼仪的训练 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那很难 但是后来慢慢当你习惯了这个语言逻辑 你开始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之后 再加上你能够理解每一个词的意思之后 你会发现好像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因为比如说他有一些生辟字 他在文言文背后 他会继续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释这个词 就他不太容易说让你看到完全蒙掉 因为规矩每个地方和每个时间都会不一样 但永远不变的是人性和情感 如果是说贺丽华婷这样的一个沉重的一个剧本 我把它做成一个爽文 就好像就已经完全就失去了 他的原本该有的方向 爽文有爽文的好 那我们在贺丽华婷里 我们在传达的是什么 我们传达了很多宋代的美学 我们尽可能的再去把之前大家都可能要遗忘了的东西 重新再在这个电视剧里有了一些体现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有的人喜欢看喜剧 我不能说非逼着你说 来来来来你来看一个悲剧 其实大家现在生活压力很大了 我们都不希望说我们回到家里都还自己特别难过 然后我们看喜欢看一些几句一笑了之笑完就完了 但是如果你看这样的戏的话 有些人会能够理解的 会觉得我心里是难过了 但是我能够看到不一样的内容 然后当你哭完之后 你会觉得你的压力一下就释放了很多 刚入行的时候 你会喜欢去演一些过瘾的 然后会想演一些好玩的 后来慢慢的你会发现 其实作为一个演员 其实如何去体现自己在这个社会的价值 可能你会希望能够自己接一些 能够有现实主义的题材的 有一点点社会影响力的一些作品 我去年跟今年就是一年只拍一部 时间越来越长 我拍戏 我拍的戏时间越来越长 因为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去做一个好东西 那你时间跟质量是成正比的 你花在这个作品上的时间越多 你出现好东西的几率就大一些 你如果是连时间都不够 你基本上就很难出现好的作品 会越发的珍惜自己现在的生活 因为戏始终是戏 戏虽然它不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的每一个角色 当我们在经历它的时候 我好像是跟这个人打了一次交道一样 所以他们经历的事情就好像是我自己经历过一样 所以我会更加的去感叹 更加的去珍惜我自己现在的所拥有的生活 然后会让我 我觉得会让我变得更豁达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